MEDICUBE 最新的美容机 HELLO 大家好,我是Yan 今天讲一个 topic 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部韩国MEDICUBE的最新的美容机 HR EMS 泰拉紧致美容机 这部美容机就是MEDICUBE的团队邀请我试用 在接受邀请之前 我都跟他们讲了 如果我做个review的话 我一定是将我最真实的 觉得好和不好的东西 我都会讲出来的 他们也很好,没有给我任何限制 所以今次这段影片 我也是将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首先介绍一下这部美容机 这部美容机来自韩国的 是MEDICUBE这个品牌去制造 它最主要功能就是透过EMS 一个微电流 去令到我们的肌膚有所提升 简单来说就是帮助你的皮肤 肌肉去做运动 从而令到肌肉有力 就可以做到一个提拉的效果 这部机其实它有三个功能 三个不同的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UP 就是提拉 另外就有Slim 就是有一个瘦面的效果 最后还有一个BODY的功能 三个功能里面 都会有四个不同的强度 大家就可以选择 我想大家最关注就是它究竟有没有效 好了 我们先从结果开始看 我首先就分享一下它的好处先 第一样东西有没有效呢 有效的 我自己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就不是每天用的 虽然官方都会推荐你每天用十分钟 但是我自己就没有的 我可能隔一天或者隔两天我才用一次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自己就发现 是我这个额头的位 和这个苹果肌的位置 是有很明显的提升 而且感觉是有弹力了 可能之前我做其他美容肌的时候 我有点忽略了我额头 可能不停在做这些摔骨位 或者做眼睛 就少了做这里 所以最近我会觉得 为什么我好像这些皮 好像就在一起 但是我做了这部肌后 我真的觉得 我额头这个位置是有所提升 就是好像结实了 有点力 就不会坠下来 还有这个苹果肌这个位置 也是的 当我去笑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它是 拉了上去 就不会像有一坨东西 坠下来 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是令我 我觉得 挺 挺 起出望外 就是可能我用了两三个 两个星期之后 我就发现有这个提升出来 那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就是 究竟呢 是可不可以做到一个瘦面效果呢 我自己呢 因为我臉已经是属于瘦的 所以在三个模式里面 我是没有用过 slim的模式 就是没有用过瘦面模式 我也没有用过body的模式 我就是很集中 就是用提拉的效果 但其实呢 基本上呢 美容肌 是不是可以帮你瘦到面呢 其实为什么它说可以瘦到面 看上去的效果好像瘦了 其实呢 就是跟我们做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将我们的肌肉 去训练 令到它有力 从而它有线条 看上去呢 其实那个感觉好像瘦了 但是呢 其实就是提拉了 和是紧致了 那所以其实 是不是做到瘦面呢 其实就不是实际上 是帮你去减了脂肪 而是呢 去将你那些的肉呢 去弄回 变成紧致 就好像我们平时做运动 做肌肉那样 如果你是说 你很想做到一个瘦面的效果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 只要你做到提拉这个效果 其实也可以瘦到面 令到面没有那么圆绿绿 那如果你说 你的面本身已经很瘦了 或者说是否适合做这些提拉机呢 那其实呢 就是看回你自己 就是譬如 你想你的臉很瘦而松弛 还是你想你的臉很瘦而有弹力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 那么瘦的人呢 臉都可以有弹力的 所以我自己都会 选择去做一些提拉的美容仪 这样 第二件事 就是时间短 但是效果大了 这部机呢 每一天呢 只需要做十分钟而已 做多呢 都不认识的 它做了十分钟之后呢 会自动断电 对于我来说呢 感觉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觉得十分钟 其实呢 都可以够够够够的时间 所以呢 你就会有心机 每天都会去用到它了 第三呢 就是价钱合理了 现在呢 官方呢 其实它的价钱就是 1679元 我看到它有个原价是2500元 那有一个特价在 那另外呢 就加上这支gel一起用 它配合这支gel一起用 这支gel就160元 那我自己用过的美容机里面 其实好像Yaman那些 那些就会是3000多 4000元 那另外就可能是Dualift 就会是6000元左右 那这一部呢 其实相对上 价钱看上去呢 就真的很便宜 很容易入手的 不过大家呢 都要留意一下 因为呢 这一部机呢 其实是一个单一 很单一的功能 就是做一个提拉 那可能我刚才说的Yaman 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那Dualift 也是有RF 又会另外 就会再有一个 就是HIFU的效果 那这个呢 就很单一 去做提拉 那所以呢 它的价钱也都相对便宜 那但是我觉得 就是对于小资女来说 或者你真的有需要来说 那这个呢 是很不错 很容易入手的价钱 第四啦 那我觉得呢 其实呢 这部机扭线型的设计呢 其实我也觉得它挺漂亮的 还有白色和银色 那看上去都挺漂亮 那这部机来的时候呢 其实就跟了一个座桌的座 那就可以呢 这样去放在这张桌上面 那其实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呢 都挺 就是它算是很小的 而且呢 放在桌上面呢 你不会觉得很唯和 很噁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就是 断捨黎的人 那我不喜欢这张桌 有这么多陋杂的东西 但是呢 这部机呢 我竟然是可以呢 就是长期地放在桌面 而我不觉得很噁心的 那因为我都觉得它 其实坐在桌面上都挺漂亮 而且它小小的 就不像其他机 很大部 或者呢 有些机是站不到在那裏 就是譬如好像 YAMI那部机就站不到在那裏 这部呢 可以这样站在那裏 那其实都方便 亦都可以方便每一日用 那就是你一拿上来 这样摆完 然后抹干净 就可以坐回去 那我觉得都挺好的 第五啦 就是容易清洁了 那这部机呢 是可以用濕毛巾 一些濕一点的毛巾 就这样去抹 抹你这个 按摩球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可以用濕布呢 就是不像 好像YAMI 或者其他美容器 我们都说 不要用濕 不要那么濕去抹 怕它会有什么的生瘦 或者 会潮了 那里面呢 其实呢 就说到呢 它是用了一个医疗钢 医疗钢呢 就是用在手术刀 或者一些针头上面 那些的物料 就用了在这里 所以呢 它就强调是不容易生臭啦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比较濕一点的毛巾去抹 而且呢 这些纹理这些位置 也不会很黏的那些 gel 很容易就可以清洁到 我觉得呢 也是一个好处 相反呢 就是譬如好像YAMI的肌 它因为在圆圈中间有一些坑纹 那其实有时是难点抹 第六 这部机 韩国制造啦 在产品安全品质方面 它也拿了很多的一些 license 譬如在韩国拿了 美国 日本 和欧洲 它也拿了一些认证 所以呢 其实用起来也会觉得 比较安心点 第七 就是懒人 需要知道了 就是这部机 差一次电 可以用很久的 那基本上我拿了这部机 回来是一个月啦 我是不需要充电的 中间一路用了这个月 都不用充 那我中间呢 就尝试去充一次 因为我常常担心 会不会用 用一下断电 很怪的嘛 那我尝试去充 中间 但是呢 发现它还有三粒电 它这里会显示电量的 那 那还有三粒电的话 我就 结果就没充到 我不知道究竟 我充一次可以用多久 但是好像感觉 可以用两个月 都可以不用充 所以就很方便 最后就是第八个好处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personal一点的 就是呢 我也挺喜欢EMS 这种方式去做提拉 那大家知道了 我也是做运动的人 做运动 其实呢 就是用一种很天然的方法 去训练我们 一些身体上面的肌肉 从而令到整个人看上去是 漂亮啦 线条 和身体也会健康 那这个EMS 这种微电流 其实呢 它是强调呢 是用一些的电流 一些的中频率 去令到我们的肌肉 叫醒它 和和它做一些运动 令到它呢 可以有一个紧致的效果 那其实相对 或者是其他的功能量的一些方法呢 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就是比较上是天然一点的 只要你是有行心 有心思的话呢 其实呢 就可以透过每一天 帮肌肉去训练 就可以做到提拉效果 其实我之前呢 也有尝试过 用一些更加天然的方法 就真的呢 是帮肌肉去做一些运动 做瑜伽 譬如呢 在坊间会有些人 就会说可能做一些 好像这样 这样类似的运动 它令到呢 我们这里的肌肉呢 可以训练到 那其实 是不是不可以做到呢 不是的 只不过呢 我发现 效果其实非常慢 和很难 它令到每一寸的肌肉都用到 始终那块面的肌肉呢 真的很难 这些位置很难呢 它自己用方法 可以用到它了 所以呢 透过一个这样的EMS的眉电 可以帮到那块面做运动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讲完好处呢 当然我都要讲一下 它的坏处 有些什么呢 是觉得不是那么好的呢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一拿起手那一下 一拿出来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它有点重的 这部肌虽然小小 但是有些重量 最重的部分呢 就是在这里了 刚才也讲过了 它是用了一些医疗杆 去做这个按摩头啦 那和呢 它也都呢 是特意做到 这个按摩头呢 是有点重量的 它令到按下去的时候呢 好像人按下去的感觉 但是呢 就拿起手的时候呢 就相对上 就会比较重一点 那好处呢 它用的呢 只是用10分钟 如果真的用长一点时间呢 可能真的会觉得有点累的感觉 的 第二个不好处呢 就是呢 这一部肌呢 其实用起上来的时候呢 你不会觉得很舒服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呢 这部肌呢 是用一个微电流 当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呢 它是会令到我们的肌肉 是一个拉斜的 一个抽搐的感觉的 甚至乎去到某一些位 譬如去到这些牙架位啊 或者是这些眼角这些位 和这些压头位呢 你会觉得有一种酸软的感觉 是会不舒服的 也都不像RF啊 不像Yaman那些呢 是会有一些暖暖的感觉 就不是这些感觉 很舒服 很享受 就不是这种放鬆的情况的 第三啦 就是呢 它这个按摩球 那其实呢 是可以转的 是可以转的 那官方的设计呢 本身呢 都是想呢 是透过这个可以转的按摩球 令到我们去感觉到那种按摩 那种人手按摩的感觉 那不过呢 在我用的过程里面 我就发现呢 咦 原来这两个波波好像比较实一点 就是我自己滑呢 我有时候是滑不到它移动的 那纯粹就是我自己推上去这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肌呢 它是会比较实一点 不知道会不会用一下 它会可以再滑得顺一点 但是其实so far我又不觉得它滑不到又很影响效果的 那但是这个位置就不太滑到 第三啦 这部机呢 它呢 是会有一些响声的 那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譬如说 我们是在做的时候呢 它每5秒呢 就会有这些beat beat的声的了 是啊 那当它不停去beat的时候呢 那这些beat beat的声呢 都可能会造成一些骚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次当我用的时候 那我老公在房间睡觉 那我在房间洗完凉呢 那我就用这部美容机 那它中间呢就不停去beat 每5秒呢 它就beat一次了 那搞到我老公就醒了 那他就说你在做什么 那我就 嗯 有些觉得好像很于心不忍的 吵醒了它 我自己也觉得 如果它可以是5分钟才beat一次 就是在整个过程中 你自己beat一次 令我知道呢 我要由左边面 再去右边面 去做这个treatment 那就会更加好的 第五啦 最后啦 就是呢 它这里呢 有个按摩球的位置 但是呢 我自己发现我的臉比较小 当我按的时候呢 好像呢 譬如我这样按上去 那好像中间这个位置按不到 那如果我搬去这个位置呢 好像又去到很旁边 好像呢 总是有一些位置是会按不到 那它又不可以调校的 因为就是你这个位置是实了 那我可能总是觉得 好像有一些位置是 不知道会不会漏了它 那这件事呢 其实呢 都是不同的面型的人 应该会有不同的感觉 那我自己觉得 那臉比较小一点 就常常都会觉得 不知道会不会漏了一些位 那跟着呢 那我们就讲一下它的用法啦 那这部机的运作呢 其实呢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很小键的 那这个开关键呢 我们呢 按着它 就会有个声响啦 那大家呢 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模式啦 那这边呢 就会是一个slim啦 有up啦 还有body的 那我自己就喜欢做up的 在这个mode的键上面呢 我就按住它 那它就会转去up的模式啦 那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选一个level啦 譬如现在呢 就是1啦 那个level 那我喜欢呢 就是2的 你就按多一下 那它就会上的啦 3 4那你也可以按上去啦 那如果不是 你想翻翻1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部机呢 给人的感觉是挺大的 所以呢 这个感觉上呢 也是它的效果是很好啦 一开始呢 就不要用到4啦 就慢慢试一下 先试一下 由1开始啦 其实就不是很难的 主要呢 是这里的肌肉啦 打斜啦 我们拉起我们这个的腮骨位 和我们的嘴角这个位啦 另外呢 就是苹果肌这个位啦 那最后呢 就是上面这一块 就是额头啦 和眼睛这一块 那所以呢 分三个的部分去做就OK啦 那怎么做呢 其实呢 就是配合这个gel啦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没有一个中间的道体呢 它是不会有任何效果 所以你一定要用gel 用gel的话呢 就用多少呢 那其实呢 你就可以放在它的头上 我自己就这样 嗯 放一点 可以放多一点的 因为我有时候 我不太喜欢的gel 太多在我面上 就会很骚髒的 但是其实呢 放得越多 就是你面越濕润 其实它的效果呢 就是会越大 你的感觉会越大 那用的时候呢 就是很简单的 就推在你自己想提拉的位 特别是这些位 那你呢 就可以这样提拉上去 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我的嘴角是有点动的 没错了 它就这样呢 去令到你的肌肉呢 是拉上去的 对了 嘴角有点动 动动动动 对了 那你就可以一路呢 这样去提拉 拉 拉 在不同的角度拉下 因为呢 都可以帮助你呢 去减退这个苦物的位 那另外呢 就是呢 我们需要拉这个位 大家看不见到我 我的眼睛呢 是会有点跳动的 是的 跳动 那就是呢 它是在帮助你的肌肉去 即是在拉收缩 那这样 那最后呢 就是呢 可以呢 就是拉这个位 这个眼角的位 你可以呢 先呢 是拉住它 那效果会更加好 拉 那这些位置 都一样是这样 向上提拉 那你这些位置 我不向上可以不可以教 这样向下 推上去可以吗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视乎你自己的手上 你觉得怎样是好些 因为譬如在美容年 其实它都是反转帮你拉的 那我觉得自己 我试过呢 就是我觉得这样也OK 但是呢 我在这个苹果肌这个位 我就喜欢这样向上 向上去 真的 那所以 自己看回自己的手上 是没问题的 那大概是 不停重复 就是你在意的那些位 你就多一点 譬如你这个位 我好不喜欢 这个位 有股肉的 那你就拉多一点 那 刚才我说过 我们拉的时候呢 其实有些位是特别不舒服的 譬如是这些位 譬如你是拉到这些牙膠位 有时候你会觉得 哇 很酸软的 那它也都呢 其实呢 在它的Leveler里面 其实它有提到 当我们去做这个提拉的时候呢 其实呢 是会有一些酸软的感觉 但是这个酸软呢 其实是一时剩的 就不是说呢 它会是 令到你 长期是会痛 那样 就好像你做运动那样 其实你做运动 你的肌肉都会酸软 因为你很累 你是在提升它的力量 所以呢 它是会有一种酸软的感觉 那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我自己试过也是的 很酸软的时候呢 我就可能 真的顶不住 我就拿开一点 或者你不要较这么高 那我 所以我都是用到二的 最高 一开始我都是用一 觉得顶得顺 才再升到二 那样 用完这部机 其实你就会没有了感觉的 就是不会觉得痛 那自己呢 就是每边面做五分钟 去做提奶 我想呢 很多朋友都会想知道 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 他们出的这个gel 才可以用到这部美容机呢 那它自己呢 在官方那里 这个liflet那里 其实它也有提到的 那我觉得很好 它的问题 它就说 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 专用的型胶一起用的呢 那它就会去说到 这个型胶呢 其实它就真的 特意去为了这部美容 中频率的一个EMS电流 去研发出来的一个gel 那它呢 就是可以呢 更加好地去传达到那种能量 并且呢 当你去长期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型胶 就不是单单是一个胶 而是呢 它是含有一个 叫做植物干细胞的培养液 所以是有助于 改善皮肤表面 和深层的弹力的 就是它不单单是一个gel 它也是一个保养品 那配合一起用的更加好 我自己呢 就有试过敷一张paper mask 然后呢 就再用这部美容器 原来呢 是都有效果的 为什麽呢 因为我感觉到呢 它也是有那种的拉扯 还有那种的抽速在 但是呢 好老实说 真的用这个胶呢 那个感觉呢 是大很多 那用paper mask呢 也是可以 不过呢 应该呢 就用这个呢 真的那种的 传送那种的频率呢 是会比较有效的 综合呢 我试了这个月的体验呢 我自己呢 都会推介这部机 给30家的女孩子 特别是呢 你觉得呢 开始好像有少少的皮肤 开始是有些没有弹性的 开始有些下垂的情况 特别是你自己 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双下巴 明明很瘦的 但是也有双下巴 可能呢 就是那些皮肤呢 失去了一些弹力 而我们平时也忽略了 去帮她做运动 那如果你是30家的女孩子 想有一部 价钱合理 又很容易做的 一部美容肌呢 我都推荐的 你做一两次是不会有效果的 真的要长期 你继续去做 才会感觉到 它带来的好处 所以如果你懒的话 就什么美容肌都没用的 如果你努力呢 我都觉得这部可以推荐 不过呢 这部美容肌呢 它真的只是呢 去帮你做到一个提拉 如果你说你想帮你的皮肤的质素 是提升呢 那又会是另外一些美容肌 当然啦 在我们去用一部美容肌的同时 我们也要保持着 我们自己日常的皮肤护理是好 就算现在大家留在家 去不到美容院去做一些保养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保养 这样令到我们自己开心一点 生活也会愉快一点 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继续留言给我 看看我可不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又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Subscribe和Like 那记得点点钟 下次有新片就会通知大家的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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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